在福建仙游榜头镇向唐村 一位村民用竹块花了六个月的时间 搭建出了一座苏州园林模型 这间苏州园林市建筑模型 长160厘米 宽140厘米 高70厘米 由16间房子组成 模型全部用竹块制成 停台楼阁 错落有致 微妙逼真 模型的创作者陈金杰说 这是他目前做过的最耗时 工艺也最复杂的作品之一 一手拿一个竹条 然后才0.5厘米长 然后一头又拿打磨机 去把45度打出来 然后也很难 不好拿捏的 太小了 陈金杰还告诉记者 他在制作模型的过程中 全部采用的是古代的笋某结构 没有使用图纸 也没有使用胶水和钉子